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北中三都有三份当选无效的诉状 准备赶在今天最后期限了 当选无效之诉的期限最后一天上班日 分别在哪里台北市新北市跟大台中市要分别地状 提出当选无效之诉 提跟不提当选无效之诉今天都是最后期限了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场景是立法院党团 在今天也同步作业一大早 提案变更议程即将成立1126真调会 排入院会优先协商的事项 不过禁副二毒遭到国民党给挡下来 来影的立委痛批民进党政治盘算 提案的合理性根本不够 呼吁民进党不要再乱了 至于枪击的真相 民进党在最后期限提当选无效诉讼 真的错了吗 真的充满了政治盘算吗 搞民粹吗 搞动荡吗 错在哪里 而要求立法院成立所谓的枪击案的真调会 民进党也错了吗 国民党反对的理由 人民能不能认同 可不可以接受呢 而今天我们再次播放 在11月26号 当全台湾既有六成的民众要参与这场选举 不过在选前的这一天 我们看来你双方在造势场合当中 对于枪击案件是怎么反应的 没有人在炒作吗 没有人在所谓操弄选举吗 一颗子弹如果冲击到选情 政治人物的操作都不用负责吗 事后真相包括了连盛文都怀疑 民进党追求真相是错在哪里 方法用错了吗 真的充满的政治盘算吗 如果选票挡不住子弹 人民可不可以吞得下去 而今天我们播放的是昨天立法院 另外一个场子 我们探讨是陆委会主委赖信源 他昨天在立法院备选当中 我们看国民党立法委员蒋孝言 拿出陆委会最近所做的问卷民调 请这个赖信源回答 中国对台湾友善不友善 等相关的问题 但是赖信源坚持就是不回答 包括了我们看到这一位蒋孝言 国民党立法委员 国民党的副主席 为什么需要在国家认同上 要求赖信源表态呢 难道我们不是台湾人吗 尤其马总统最近在公开场合里头 包括接受联合报的专访 那么要求蔡英文 应该要对九二共识进行表态 九二共识有争议 急于要蔡英文吞下来 是马总统在急还是对岸在急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看 好 现场为你邀请到这几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介绍是资深媒体人余美美 小军好 大家好 好 民进党前台南市议员林俊宪 小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前自由时报副总编辑 也是前台市新闻部总监政治评论员陈振龙 各位朋友大家欢欢 好 继续欢迎国民党立法委员谢国良 小军大家好 好 欢迎前民进党立法委员知名律师徐国勇徐律师 最近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观众们我们先来看立法院最新画面 这是一个进入协商的议程 到最后结果会如何 针对了319枪击案件 针对1126枪击案件 希望蓝力双方是不是可以支持通过 我们看立法院的最新画面 就是要枪击案真相大白 民进党立委王信南一大早就代表党团 送提案书要求变更议程 把成立1126真调会排入院会优先讨论 好不容易禁副二毒 硬是被国民党团挡下来 民进党不要乱了 那民知道不可能 那个根本连终也不是当事人 那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一个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已 那根本就是一个炒作 我们很遗憾 共党在99年最后一天 有一件好事可以做 他们没有做 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那拖过这个会期之后 我们不期待他真的胎死腹中 所以我们会尽一切的力量 在交付其上之后再努力 成立真调会提案交付朝野在协商 这个会期确定过不了 民进党中央要不要如期提出当选无效之诉 也投下变数 失利于内部传出一向温和的党主席蔡英文 会决定提出当选无效诉讼 都是为了要回应党内基本教育派的期待 这样讲不公理不公道的 那个我前一阵子也跟主席谈过这个事情 的确民间的压力是很大 这一个月以来蔡主席一直在观察 一直在关切这个枪击案件的真相的调查的进度 绝对不是因为某些人的意见就产生了转折 五都选后一个多月绿营内部杂音鱼泊荡漾 怎么为联盛文枪击案找真相 想被民进党得重新调整战术 三列新闻白刷宋良益台北财宝报道 好 真调会到底可不可以成立 我们随时来自于立法院最新消息 包括了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以及大台中市 因为民进党这三个候选人在党中央做成决议之后 要赶在今天的最后一线提起当选无效之诉 在提起当时我们在分别三地的记者 跟我们进行连线 我们首先来看中国时报今天的这一篇报道 联盛文说蔡英文应该要先道歉 蔡英文提起提出当选无效之诉 要求成立1126枪击事件 跟319枪击事件真相调阅委员会 联盛文昨天说 她跟所有人都想知道事情真相 与幕后是否还有藏进人 蔡英文身为国内最大的在野党党主席 在真相未明之前应该先代表 民进党内不当发言 向她其不幸身亡的黄韵胜家属公开道歉 联盛文说 追求真相是所有国人的期待 不管是组成真调会 或者是用任何方式去追求真相 民进党如果是政治操弄 蔡英文一定会付出代价 好 这是联盛文的反应部分 包括了金普宗的反应 包括国民党团的反应 我们稍后那么一一念给官人朋友听 我想请教是国梁 而联盛文的想法是什么 她认为蔡英文应该针对这些部分的道歉 她觉得到目前为止 真相不明的状况之下 要先追究民进党一些责任 她的逻辑是这样子吗 那国梁 请教练 请教练